Alan這邊的話會為大家帶來資料庫的資料庫問號 因為資料庫的困難 Alan 你準備好了嗎 OK 那大家就拍一首 歡迎他 好 我要把我手機放在旁邊 因為不然會超時 只有半小時而已 OK 好 那首先先打個預防這場比較難 所以如果你比較沒有wikidata的實務經驗 這場你可能會聽得比較吃力 但如果你有圖書資訊相關的背景 這場你會覺得非常簡單 明明這是一個我們在談wikidata 我們在談開放資料 但我後來發現我在研究wikidata的時候 到後來有很多東西都跟圖書資訊管理有關係 這個也是可以跟大家先分享一下的 的一個最近的心得 那今天這場的內容 資料庫的資料庫 我們來談這個聯合資料庫的困難 這個是我們之前在 算是推網wikidata嗎 或是我們在聊wikidata的時候 我們其實常常會講說 我們常常會講說wikidata它是資料庫的資料庫 原因是因為它可以收錄很多很多不同的資料 在各資料庫之間的那個 橫向關係跟那個記載的位置 那前面就先帶大家前進提要一下 那這個是我的自我介紹 那這是我比較瘦的時候 呵呵呵 那我是wikidata台灣社群的共同發起人 那也是立法又開放國會第一期的委員 然後是前台灣維基美協會秘書長 那那個也是裡面建議的諮詢組的召集人 總之我做蠻多事情都跟開放資料有關係 好那首先我們現在來談幾個概念跟幾個點 第一個是我們先談說wikidata做一個LOD平台 那這個時候就出現第一個沒有聽過的詞 什麼叫做LOD 那LOD的全名是 Link Open Data 鏈結開放資料 就是我現在不只是談開放資料 我還會講說它是鏈結的 那這個是我們一個簡單的一個範例 今天是Costcap 所以我們就拿Costcap來做一個示範 那Costcap你在wikidata上面 你只要搜尋Q1084677 就可以看到 那在wikidata上面 我們會 我們從wikidata跟wikidata的差異就是 wikidata我們會用散文式的方式 在描述一個東西 但wikidata我們是用這種三元組的方式 我們是用主詞跟授詞 在跟大家談說 這個東西要是什麼東西 我們在描述這個東西的性質 那這個東西這個結構我們叫做三元組 那什麼叫互相連結呢 就是說它的每一個item 每一個內容 它都是存在一個實體的連結的 包含這個Q 包含這個P 包含這個中華民的Q846 它都有一個實體的連結 所以你在wikidata裡面 你搜尋P17 你會到達這個國家這個 property的實體的連結 你搜尋 中氣太有力 那在Q865的部分 你也會看到一個實體的item 在這邊 那資料會以這個連結的方式提供 並且 我們這邊講說 這個收音怪怪 還是站在這邊講好了 好 那 既然是開放嘛 所以這個wikidata 它也是以這個CC0的方式 向全世界公開 所以你可以去在Google上面搜尋一個 關鍵字叫wikidata dump 那它就會帶你到一個網站 把整個wikidata的內容全部都下載下來 那在wikidata的結構上面 它大概類似像這樣子 就是 它的結構大概像這樣 就是說 每一個層數 每一個層數 它一定是先有一個主詞 這個主詞 它可能是一個q 那在wikidata裡面 q開頭的東西 我們視為是一個item 一個物件 那也有可能是一個p p就是property 就是屬性 那我們要描述這個item 描述這個屬性 它是如何被用 或是它的性質 它的用法是什麼的時候 我們需要中間透過一個p 然後再加上一個sauce 來去做一個乘數 那wikidata的結構裡面 我們會看到乘數主要的結構 它是透過property去串連q或p 來完成整個詮釋 那也有對應自傳的屬性 剛剛上一場有提到 有一些內容它是填住自傳 或是填住一些實際的值 但是那個通常是拿來乘數 純數值或是特定的內容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到一個 概念跟一個狀態 就是說我每一個item 跟每一個property 它都是一個實體的link 實體的link互相交連而成 所以我今天如果透過爬蟲的方式 我今天我在做這個資料查詢的時候 我就不是純粹的只使用一種filter的概念 在做查詢 我不是用過濾的 我是用爬蟲的 我是用每一個連結每一個連結之間 去加全它的關係 去陳述它的關係 所以你在進行這種linkdata的查詢的時候 你得到結果會比起傳統的那種 會稍微有些不一樣 會稍微有些不一樣 那再來這個是wikidar的一個功能 這樣看得清楚嗎 還不錯 這個投影機不錯 我就是這邊 這邊是wikidar的實際一個介面 那在最上面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item叫做河流 那它的identify它的識別碼是q4022 那我們現在一直在談這種 識別碼的概念 是為什麼 我們為什麼要一直談這個識別碼的概念 是因為我們會發現 我們在進行溝通的時候 我們在進行溝通的時候 常常會因為語言而產生奇異 齁 什麼意思呢 舉個例子 我常常都講這個例子 就是說 你今天問 電腦說 請你給我這個台灣的淡水河 大家知道電腦會給你什麼嗎 當然你現在Google這麼聰明 它會給你台灣北部的那條淡水河 但其實事實上我們可以去推測一個 可能性是 我們可以推測出一個可能性是 它有可能會列出台灣全部的河流給你 各位知道為什麼嗎 淡水 沒錯因為台灣沒有淡水河 對不對 那這個是為什麼產生的 這個是因為語言上面的這個通統 這個通統而產生的一個奇異 那包含前段時間2018年的新聞 蔡英文過世了 很明顯我們知道 不會是現在的總統蔡英文 而是中央研究院有一位政治學者 叫蔡英文 這個是同名同姓的一個有趣的事情 那 所以說 我們 那在這樣的狀態上 我們 會出現這種 因為語言而發生的奇異 在電腦上面 尤其是 如果在座有人有做過這種 語言斷詞 或是做過語意探勘的人 就會知道說 中文相較於英文 他在做這種語言探勘 是更加困難的 因為我們中文 這個斷詞斷詞是很困難的 而且斷錯的地方就有問題 像以這個危機來講 我曾經做過一件事 我去開門標案網上面 我去查說 有沒有跟危機有關的標案 結果他吐給我一堆有的沒有的 他吐給我什麼 他吐給我那個 風力發電廠 運危機地見之案 有人開玩笑 這個就是我們傳統這種 用Filtre全文檢索的方式 會出現的這種結果 只要有危機兩個字 他就會給你這個 給你顯現出來 而且他會跟你講說這高觀點度 那 所以 我們現在在看這種跨語 這種資料檢索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這種需要跳脫語言的 消除其業的方式 會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尤其是你可以看到在河 大家知道河的英文 除了river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說法 有人知道 creek 其實在外國人的眼中 台灣根本就沒有river 在外國人的眼中 台灣都是creek 台灣的河流都很小 相較於什麼密西西河 林羅河來講 台灣的河都很小 在他們的語言概念裡面 我們的河都叫creek 可是我們在台灣的翻譯裡面 我們都叫什麼 都叫river 那 甚至我們還有拼音法的 有河 河還不止一直 不止一直拼音法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需要什麼 我們需要一個東西 叫做權威詞彙 什麼叫權威詞彙 權威詞彙是 我們在告訴電腦 告訴搜尋 這些東西 它其實是同樣的東西 像剛剛 又再來舉例 淡水盒 光是淡水這兩個字 在定名上面 就有不同的拼音方式 我們有 tamsui t開頭的 也有damsui d開頭的 這個時候就會發生一件事 你如果你的對照表面 只有t開頭的 不好意思 你打d開頭的不會出現 這也就是 像Fastbook 或是一些社群網站 為什麼它那個hashtag 都還要 同時優標中文 優標英文 因為它其實沒有做出這種 權威詞彙的對照表 在社群網站上面 他們並不知道 Costop跟carry的點 會是同樣一個東西 那這個時候我們需要什麼 我們需要權威詞彙對照表 那wikidata它提供了一個 label跟益稱為的一個對照功能 它提供了類似於旁邊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是什麼 這個網站叫AAT 藝術與建築索銀點 它在做的事情就是在規範說 這個詞 Rivers 這邊有河 河流江河川 然後 河 河還不同聽法 有標音標的跟沒標音標的 這些詞彙它其實都是同一個詞彙 再來再搭配上一個趣語言的 上面一個詞彙 這個是我們現在在談這種資料解鎖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 為什麼我們一直要談詞彙 它UID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在這裡 那再來一個是什麼 鎖銀點 我現在鎖銀點可能 對大家可能稍微比較陌生 鎖銀點是什麼呢 鎖銀點是在告訴你說 每一個資料的概念 它是有不同的層級的 像是我們以藝術建築 的鎖銀點來看 它會分很多層面 最高最高最上面的層級就是 跟目錄 然後下面開始分 物件、非物件、精神 然後建築 層級的景觀 景觀 自然景觀 水體、核 它就是 逐層逐層的在做這個分類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分類呢 這個在於我們建構這種 羽翼網 建構這種知識圖上面 這樣子的一個分層分類 是一個很重要 因為你這樣子才可以知道說 什麼樣的小概念 跟什麼樣的小概念 它之間上面是 共同的一個大概念 那種感覺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是我們生物學會講到的 芥門崗木科屬種 芥門崗木科屬種 我們知道 動物件跟植物件的東西 是在芥這邊就有分別的 但是我們知道我們跟 星星是在 俘虜崗後面才有分別 那我們可以去推測說 我們跟星星 有比較高的觀點度 那一樣 資料也是如此 River跟Crick River跟Crick 它可能在水體這邊就有觀點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到 River跟Crick應該是類似的概念 它是不是跟水有關係 好 那這個是我們在做這種 語意網啊 或者是在做這種 不同方式的資料探討的時候 這種 分層級的鎖音點 是我們現在 要去 就是 它是有別於傳統這種資料庫 在建構這種知識圖譜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元素在 那大家可以透過去搜尋鎖音點 去知道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WTDL它裡面有一個資料結構 叫做P279這種屬性 這個屬性就是專門在跟大家講說 這個概念或這個實體 它是屬於哪一個大分類之下 像是以River來講 在藝術建築資料水體裡面 合而是水體的一個類別 但在WTDL裡面 合而是水體也是 水體的一個類別 也是自然景觀的一個類別 但同時 自然景觀也是水體的一個類別 水體也是自然景觀的一個類別 那你會發現說 WTDL它的那個結構感覺好像有點混亂 但這同樣也是WTDL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相信在座的朋友 先問一下 在我跟他講說一點之前 你有聽過說一點的可以幫我舉個手嗎 三位四位 比我想像中更多 但大家也可以想像到 在WTDL裡面 不知道說一點的 也絕對是占大多數的 所以在這種不同層級的資料和涵蓋上面 大家不知道怎麼去編輯 或者是用直觀的想像去做編輯 也是很正常的 然後另外一個重點是 因為我們其實沒有太多的resource 沒有太多的外部來源 在guidline 在指引說 這種分層級的資料 應該怎麼編輯 它有怎麼樣相對正確的架構 所以有的時候也都是編者 用它的直觀去寫這些東西 所以你會發現 好像相較於這種 權威維護的說一點來看 WTDL它相對混亂一些 那這個是2019年ARL的一份 Wikida的白皮書 它裡面就很重要 有提到一句話就是說 Wikida可以有效的 降低打造LOD平台的成本 還有擴展相關應用 那這句話很簡單就是 因為維基已經幫你蓋好平台 蓋好圖譜 蓋好所有的東西了 你只要把你的資料輸進去 你的資料自然而然就變成LOD的資料 然後你還可以把它Dump下來 好那講完第一 第二階段的前行訊料 用了15分鐘 第二階段前行訊料 Wikida做了連環目錄 這個也是我們最常講的 所謂的我們講說 Wikida作為資料庫 它的原因就是這邊 Wikida可以橫向記載同一筆資料 在不同的資料庫之間 被收成的ID或是被收成的位置 那這個是和川的那個 和川的Ruber的這一筆資料 它橫向被記載位置 那它橫向被記載在西班牙回家圖書館 VIFR等等的地方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單位 IFLA 它的那個一份報告書提到的 就是它在建議圖書館在使用Wikida的時候 它有寫了這個 它說 圖書館 因為圖書館在做資料庫的需求是很強烈的 因為各個圖書館之間 他們那個館場或是書會相互借閱 所以對他們而言 識別碼跟權威控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相信圖書館應該都不希望發生說 我在講這本書 你也在講這本書 結果實際上書拿過來發現 是兩本不同的書 所以他們就開始在思考說 我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引入Wikida作為一種外部的識別碼工具 來提供這種跨識別碼的同步功能 那 這種跨識別碼的同步功能 這也是社群一直在提出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 你今天可能有A資料庫跟B資料庫 那 A資料庫跟B資料庫同時都收入有資料力 像是它可能都收入有陳陳波 同時都有收入有河流 但是資料庫之間 它的那個 建制的原因是不一樣 建制的主題不一樣 但是以陳陳波來講 它可以被建制在藝術的資料庫 但它也可以被建制在政治受害者的資料庫等等 那河流的話 它可以被建制在文化的資料庫 也可以被建制在水利工程的資料庫 那這個時候你需要 你如果希望可以做一個跨域的檢索 或是一種 跨資料庫之間的檢索 你除了可以依靠搜尋引擎以外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你可以去做這種資料庫的對照 但是 你如果今天你在做這種對照的時候 如果你只有兩個資料庫 這個對照可能是可行的 但是後面如果你有更多的資料庫的話 這個對照就會變成可行性很低 甚至你會有權責的問題 所以我們 所以現在 Wikipedia或是其他社群 他們會有提出一個概念 就是說 我透過Wikipedia作為中介的那個item 我A資料庫 B資料庫 C資料庫 任何一個資料庫 只要能夠成功對照說 它跟Wikipedia裡面的那一筆資料 是同樣的東西的話 它就可以完成跟其他資料庫的對照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一直在談說 Wikipedia可以作為資料庫的資料庫一樣 你今天你河流的資料想要跟VIF或其他的資料庫對照 你可能沒辦法跟其他 你可能會有一些成本問題 或是你沒辦法找到相關的利害關係的人去進行 那很簡單你只要跟Wikipedia對照 對照完之後你就自然跟這些資料庫 有共同的對照過 那其實在維基媒體計畫內部 Wikipedia也是扮演類似的功能 它也是扮演著這個多語言跟多計畫的資料庫的跟對照功能 而且事實上 這個才是它成立的主因 但是 對 今天這場的主題要來了 我花了20分鐘在前行提到 我剩下10分鐘 但是哪有這麼划算 有何目的困難 如果你的對照是有奇異的或是不精準的 資料整合就是有問題 我們原本提出的模型就是想像說 這兩個對照一定都是對的 A資料庫的成成波一定等於B資料庫的成成波 在人物上面這個想像是OK的 因為就是同一個人 但在其他的概念跟其他的東西上面就會發生問題 這個是維基媒體計畫內部內容整合的困難 剛剛有提到維基百科 因為閃文的關係 還有它關注度的一些規則的關係 你會發現 它的內容 它會把很多的內容整合在一起講 以我家旁邊的這個地名 劉促普 勞促波 來講 它這個地方其實是一個地名 但在小木內容裡面 它除了寫了地名 也寫了行政區 也寫了嚴格 大理而言這篇是在講 這個地名上面的一些行政發展 但也同時堅論了 這些行政區的嚴格 而導致變成說 這個條目跟維基大雅的對照上面 它只能對照到其中一個item 因為我們meta對照要符合什麼 要符合一對一原則 我不可以多對一 也不可以一對多 也不可以多對多 那可是這一篇裡面 也堅論了其他三個不同的 流促普的概念 這個就是我們這種 閃文室記載裡面 常常會發生的就是說 我多個概念 同一個詞彙 多對一 整合論述的一個困難 但當你在 進行meta data的撰寫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三個流促普 跟最上面的流促普 它的概念 它的那個meta的寫法 是不一樣的 它是沒有辦法 去做一個 完全的對應的 在維基媒體內部 就有這樣的問題 再來是跨語言 跨語境的整合困難 各位知道 其實地名這種東西 它是很生活化的 在現代國家的 在現代國家跟現代科技的發展之前 所謂的地名就是 大家都叫那邊叫什麼 那那邊就叫什麼 那可是 隨著現在國家 治理技術進來之後 我們會對於這種地名 或是這種地區的東西 會有治理上跟管理上的需要 所以以這個地區來講 首先我們河川最常遇到的事情就是什麼 我們通常河川都會講說 這是什麼河 這是什麼溪 但是因為治理上的需要 在法規上的問題 我們不可以說這條河是河 因為當它是河的時候 它的河兩旁 就要倒退15公尺才可以建東西 所以法規要怎麼處理 它叫排水 誰會要一條河叫排水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有管理上的需要 管理上 如果我有管理治理上的需要 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要設定管理範圍 你看這張地圖 這邊很明顯還有何故 但 這邊 畫到這邊是什麼意思 我治理跟管理只到這裡而已 我治理跟管理只到這裡而已 它跟實際上的河川的實體來講 它是可能已經在涵蓋的範圍上面 有不一樣的概念 最後 語境上的整合困難 我們在 尤其是在 地方的屬民 或是在 有住民語或是 台語、客語 馬祖話上面 都會有一個狀況就是說 我們對於生活做到的事物 會有那種藏迷 會有那種 特定區域的 那個 稱呼 像是我那個時候去 花蓮市 去教他們那個 撒奇萊雅族 寫Wikipedia的時候 我就問他們說 花蓮西有沒有撒奇萊雅語的稱呼 他們說有 但是你們 可以想像到 就是 他們說的那個 稱呼指的就是 部落前面那一段而已 並不是我們現在 所想像的 河川起氣點 河川匯入到 匯入至海 或是河川匯入到匯流點 的那種概念 大家可以理解嗎 所以他們的所謂的一條河 就是他們的 生活範圍所集的 河的範圍 而不是我們現代科技 現代技術所策揚出來的 河的 我們會想說 長流水阿 會入點阿 等等的 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這是跨語言 跟語氣上整合的困難 很好 剛剛他沒有更新到 按下F5 再來是什麼 詞綠在地化的概念轉向 就是 有些詞彙在外語 來到台灣之後 它有不同的發展脈絡 像是這個替代空間 這個 我們那個 另外一個合作案 在談替代空間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替代空間這個概念 從國外來到台灣之後 它有一點點的概念不同 所以 從根本而言 台灣的替代空間 其實 也不能去等同於 國外替代空間的那種概念 所以 這個也會導致 同樣一個詞彙 在不同地區 它會有語境 還有概念上的轉向 這種 在地化的狀態 然後 再來就是 回到剛剛這張圖 所影點概念涵蓋的差異 還有 基礎所影點資訊 概念進購的不足 我們其實 就像我剛才講 我們合作有足夠的外附來源 去協助我們建構所影點 那 這張圖是我們之前都會放這張圖 但是這時候我會下一個不同的結論 Wikida雖然做了一個聯合目錄 但本來就不會涵蓋各資料庫完整的收入範圍 但是同一個實體 在不同資料庫 如果只剩不同實體的狀態下 反而會導致 是Wikida雖然會有不精準對照的問題 那可能的思考點跟解方 呃 比如說 這一場 這個發展並沒有要 去提出一個解方 因為到現在 它的問題就建構在於說 我們對於這種知識或是這種資料的 基礎資訊的建構是不足的 那可能的思考點 我們要去思考說 呃 最核心的點是要去思考說 其實這些資料 乍看之下 我們可能還是 落入了那種 語言上面的通通 所以去想像說 這兩筆資料是一樣 那所以 在目前的這段 狀況下 我們下一步要去推動的是 其實是要去思考的是說 我們有沒有可能在 我們的努力下 去推動這種 更基礎的資訊的建構 齁 那以及最後就是 有沒有可能 就是先跳脫 Wikidata 然後自己先去做一個 LOD 或是這種基礎資訊的 資料建構 然後去做為這個 Wikidata的外部來源 齁 那這個都是未來的一個可能性 那這個就是我們 我今天以上的這個發表 感謝大家 那不知道大家對第一場 還有第二場 Wikidata的講題 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現場 你們時間因素 又開放了兩個問題 那不知道你們對 到底Wikidata 還可以做什麼 或是對這種 對應 人類知識 以及怎麼對應 一些問題 那個我先說一下好了 我是MediaWiki的開發人員 所以我想問一下 就是第一點 關於目前語言代碼裡面 會認為說重複翻體中文 跟翻體中文台灣的資料 是有必要的嗎 然後中文這個欄位 是否真的有必要說 就是一定要要填 因為中文這個 定義目前上 就已經是一個 不同語言的混合體 對 然後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關於現在Wikidata 其實 因應現在的狀況 有新增一個MUL的語言代碼 那我們會預計 對這個語言代碼 做什麼樣的使用 哇 很艱深的兩個問題 哇 就是一開始就還這麼堅韌 呃 我覺得第一個問題 很難回答 因為 呃 這個有發展上的歷史因素 的問題 就是說 早期 MediaWiki跟Wikipedia 在發佈的時候 它所移居的是639-1 就是ZH而已 哦 那 是後來 隨著社群不斷爭取 才開始分拆 所以有Hent跟Hent 然後再慢慢才有所謂的 台灣阿 馬靠阿 Hong Kong 這種 才藝 那 呃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們談分拆 或是談這種 呃 要不要去 再把中文那一欄 填寫上去 我覺得到最後 其實是一個 呃 呃 一個過度的方式 因為 的確 最 就是 教家解 我只能講教家解 因為我其實也不是語言 這方面的這個研究者 但是就是 教家解應該還是在於說 呃 後續我們都可以針對 每一個區域 每一個區域的中文 或是 每一個區域的獨立的語言 去做資料的輸入 但很現實的是 目前 如果你去 真正把 目前的 最細 分成最細的六種 中文 去做分拆的話 去做最詳細的分拆的話 你會發現 這六種中文裡面 都沒有足夠的維護者 可以去維護 單獨一種 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那 我們 現在 之所以會這樣子 直接複製貼上 另外一方面也是 Wikidata 還有 MediaWiki 在那個 搜尋上面的一個編號 它依然還是 編號搜尋 中文 另外 最後一件事情是 事實上 MetaWiki還有 一些Wiki的 那個 功能裡面 它都會 都已經開始 轉向一種 就是 它只 將 翻譯 翻譯為中文 剩下都 使用純轉換 這個是一個 美國那邊的一個 政策的轉向 那 我覺得 如果真的要做 六種 甚至更多種 中文的分拆 更重要的是 第一個是 要讓 歐美或是讓全球知道說 這六種 本質上的差異 那 要做到這個本質上的差異 到最後 那個核心點就是 這六種 都要有足夠的資訊量 然而 現在的狀況是 這六種的資訊量 都很懸殊 那至於是下一個問題 是MUL的那個語言代碼 我們現在有在處理那個了嗎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收到這個東西的資訊 所以我沒有辦法回答你這個問題 對 但 但第一個問題我可以給的答案是這樣 就是 我當然也是期待 六個語言 那就是 中文被分拆成實際上的 語言 但是 我覺得這個也是 引導到wicked art的下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今天如果不談語言 我們對於一些item 或是一些概念的拆分 是否要做這樣子的拆分 其實回到最後也是 維護上跟人力的問題 資料量的問題 舉個例子 像以最近 最近最夯的一個議題是論文 像 之前我在FB就看到一篇文章 就有提到說 在英文的語境裡面 碩論跟博論的 使用的詞彙是不一樣的 那到底在 wicked art裡面 或是在 在整個我們 在做這樣子的內容的時候 我們要不要去做這些item的拆分 回到最後其實還是 資料量是否足夠 因為其實不希望發生的一件事情是 當我們把這些item拆分之後 舉個例子 我們把這種學術文章拆分成 我只是舉例 我強調只是舉例 假設我們真的把學術文章拆分成 32類好了 32類我假設 結果這32類裡面 99%的item都連結到其中兩類 這其實是電解資料庫不想看到的事情 因為這樣子其他30類是沒有用的 那我只能說這個只是 目前暫時過渡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當然還是 最理想上 就是能分成就能分成 但是有沒有足夠的resource 那也是一個問題 對 那有沒有人有問題 就要沒有的話我們就要 謝謝Alan的分享 謝謝Alan的分享 謝謝Alan的分享